农历三月初三 北极玄天上帝代臣 宜兰县罗东正公所举行绕镜仪式 初四晨曦百年来的地方传统 压老类 假拜拜 宴请达地信仲 除了罗东知名餐饮业者 共襄盛举提供宴席外 罗东小吃更是酌酱佳肴 罗东的这个三和这个三 压老类 假拜拜 这是我们罗东店 罗东人的感觉很健康的所在 因为我们为了尊重到我们的队压宫 所以队压宫登记对我们罗东店的保护 对我们罗东人的队压宫 所以罗东人如果说到我们的历宫 大家都存在这种的 很感念 很感恩的心 在早期农业时代 罗东居民为了避瘟疫而在电安宫 供奉选天上帝 此后居民得到避应 便大开流水席宴请四方亲友 也形成罗东的地方特色 家家夫妇都是在请客 自己煮的 对 都是自己煮的 都是自己煮的 若是没请客人就很没面子 所以大家都很想求客人 所以一个里面都是流水时 一定每天我载宫 差不多10点或11 2点时 开始一直吃到暗期了 有的人吃到好时 以前都没有酒色 所以说那种是 一个主管车有的主管车 倒进去就在电脑盖上晃起了 所以以前的这个人情味 超有的 但是到了民国70年代 适逢经济起飞 政府响应节俭解约 甚至提出梅花餐的宣导 而这种大鱼大肉 夜夜升割的地方文化 随着居民生活改变 也逐渐没落 直到近几年 才又以传统文化之姿再次服输 我们的古早 早拼 零肉 什么劳动人的菜 都总是食不大碗 好吃又健康 所以说我们今天 我们的这个劳动的三个节奏 我们所办出来的菜 都很有特色 很有我们的宜然味 劳动光光月宿 赞 赞 赞 来到罗东 不来罗东观光夜市走走 你就训调了 它是罗东地区 所有吃和玩乐的集散地 各种的人气小吃 绝对丰富你的味蕾 夜市也为罗东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难怪他们是 今日大拜拜的主角之一 第一次吃的很喜欢 很喜欢吃 好像又想吃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罗东夜市 然后这一家也是我第二次再吃 这样 然后它的酱料就酸酸甜甜 然后特别新鲜这样 罗东镇是宜然县的商业重镇 所以早前的时候 罗东是我们太平山木材的集散地 所以说太平山草落来的茶 都在我们林业园区 所以说那时候有五分的车 对太平山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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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时候罗东的木材是快木 所以我们罗东是一个快木之乡 快木曾经是罗东重要的高经济产物 虽然在日治时代以列列火车 运送木材的情景已不存在 但还是积极建设林园文化园区 保留当时的火车头与铁柜 成为往来不绝的观光胜利 未来的建设也是很重要 所以既然观的路当中是高峰水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在争取 这个运动的体育馆 所以我们这个体育馆 我们希望说这个体育馆能够让我们 罗东成为一个运动阵 而每年七八月的一岁节 也是罗东各社区整线文化创业的时候 因此下次来到罗东 不妨安排欣赏在地的人文风情 这里是一个想识天堂 与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也是你在闲暇之余 能到这里来踏青的好去处 可爱 真的吗 这回想识天堂